本土巨南京黄少奇密婚女星藏四年才曝光,当年为了妻子隐瞒她坦言,心里很挣扎。 在娱乐圈里,有些明星夫妻很爱撒狗粮,经常在公开场合恩爱。 也有不少灵星们都是秘密结婚,直到被大家发现的时候,也许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。 确实,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,而今天要说的这个男演员,相当的低调,他就是黄少奇。 因主演长篇剧《飞龙在天里的黄飞虎》而走红,2010年参演长篇电视剧《佳何万世兴》,近期也演出《金家好媳妇》。 事业以外,黄少奇更参与公益慈善活动,共相一举。 除了早年的二手服装义卖,参加台湾创世基金会《花语传情》,真心献利的义卖活动,也曾捐款救难。 这种种都体现了黄少奇的爱心和为善不落人后的精神。 说到黄少奇,不少人第一眼看到他,都觉得他长得很是帅气。 并且初次见到他,就觉得他的帅是那种看着很正派的,并且是精致无牙身材又好的类型。 不少人初次认识他,就是在《飞龙在天里》的黄飞虎,之后在《天地有情》饰演黄天琳,至今都还记得剧中他的妹妹叫黄天美。 而在中国剧《金打扮》里面的他,也是表现很出色。 后来和贾近闻搭档的《浓本多情》,让不少观众都掉了很多眼泪。 而在九年前,38岁的黄少奇悄悄地娶了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吕寗珍,也曾演过一些作品, 比如《一男旺》,《飞龙在天》,《日正当中》,《家有日本机》,《炮弹》击落一个梦》。 只是结婚后就完全吸引了,开始降夫教子了,右侧这位就是黄太太了。 过去他与老婆重隐私,未曾公开情室,二人请先12年,2009年与美国登记。 而《隐婚》曝光后,黄少奇曾坦然,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, 《 Jenny》。 《小珍》。 曾是一人,不想要私领域摊在阳光下,我尊重她,但心里还是会挣扎要不要说。 如今黄少奇的两个儿子长得都很帅气,配上父母的优秀基因,两个儿子相当好看。 看两兄弟,则是小儿子长得更俊俏一点。 并且孩子小的时候,也是相当萌的。 虽然在娱乐圈里已算本土居一哥,不过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幸福家庭,相信也是黄少奇所追求的幸福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